好我們剛才講過了一些有關於真孔成像的一些事情 開始問一些簡單小問題 第一個 我如果戳三個洞發生什麼事 我昨天有講過 我昨天有說 戳一個洞會怎樣 戳兩個洞會怎樣 然後變成一個大洞會怎麼樣 這叫做 請問你戳三個洞會怎樣 要看上帝信不信要你 當地需要7-7 7號 來 戳三個洞會出現什麼現象 戳三個洞會出現什麼現象 我暗示你答案 戳一個洞會有一個像 戳三個洞呢 三個像 請坐 這樣很困難我昨天有講過嗎 戳三個洞 吹個洞一個下馬 吹兩個洞就兩個下馬 那會有講一句啊 那戳他也都變成一個大的洞會怎樣 戳三個洞會變成怎樣 戳三個洞會變成怎樣 是嗎 因為戳洞大就怎樣大嗎 因為洞大就怎樣大嗎 會模糊 請坐下 就糊糊了 一圈都是啊 所有的像都疊在一塊所以一圈亮亮的沒有了 好來 我講過那個那個像多大多小跟距離有關嘛 一個是蠟燭跟針孔的距離 一個針孔跟最後的螢幕的距離嘛 紙屏的距離 他說我現在呢 就假設我的蠟燭的跟孔的位置一樣 可是我那個盒子不一樣 有的比較長 有的比較短 比較長 像會比較大 比較小 比較短 像會比較大 比較小 請問你紙屏的成像 如果你的長度不一樣 成像大小如何變化 蠟燭跟孔的位置不變 改變的是後面那個紙屏的距離 越長的像越大越小 越短的像越大越小 這個我們左邊有提 我想說 做法是數學的相似三角形 所以你畫圖就知道了 數字在上面 No.10 10號 如果那個 拉的比較長 像會比較大的比較小 喂 大欸 會人往 不會喔 五 四 三 二 一 人客請坐 人客請坐 我沒有沒有 數學上的相似三角形 數學上的相似三角形 蠟燭啊 一個洞啊 然後呢這樣子成像啊 然後你會發現後面 越遠的這個像就越大 越近的這個像就會怎樣 越小嘛 就看數學畫個圖就知道了 然後有人有計算題 有人有考計算題 我認為不用考 可是 考畫就是數學的相似 三角形 比例 一樣 這樣就好了 OK 這就是 OK 好來 再來一個小問題 暗示終點蠟燭 針孔神像 噹噹噹噹噹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來 誰是錯的 錯的喔 誰是錯 現在考起來找可愛小男生 大帥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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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三一差一點點 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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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生喔 三三自由生 換一個 三十一 這都女生啊 男生 怎麼抽不到 男生 欸有有有有 男生 二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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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出喔 你做 針孔過大就只有一圈亮亮的 什麼都沒有了 一個洞一個像 兩個洞兩個像 一個大洞叫做 沒有像 就只有一個亮亮的 就亮亮的 OK 所以呢 我們答案呢 選的是豬 其他的序述都是對的 其他的序述都是對的 看一下他是對的 重點是他是一個倒立的實相 對他是一個倒立實相 了解一下什麼叫實相 OK嗎 OK 有人問答嗎 沒有